水晶效果快与慢其实是在乎你自己的心态和念 你买了一条水晶手链不知道叫什么名又不会用 都叫你不要见到漂亮就乱买的 不要紧 拿上来给毕特sir我感受一下能量 然后我会教你怎么用 大家有没有想想为什么水晶的效果有些有快有些有慢呢 其实关不关乎高频的水晶 油的水晶的问题 其实在我自己28年的经验就不关这些问题 我会不会带了一些很强劲的就会快些 带了一些油和的就慢些 当然不是了 我们要配合我们需要些什么的 是不是 有些人人有我有 我又大 他不见了什么后果 当然了 他只是一个想要当作装饰物 第二 Petersir我自己记得的 你们可以看回 在网上YouTube心想事成19年你又见到有上集下集 我那时候28年前我第一条用了一条水晶 接着我再加上一本书 现在这本是绝版了 心想事成 我记得里面有一页就是说 无论你遇到什么市场不景气 有没有罢工战争 都不会影响你对财富的供给 为什么呢 理由是因为我的频率是我有丰盛的频率想法 有这个好的想法 这样奇迹就会发生一下 所以你带什么都好 你自己的频率一定要怎么 开心 快乐 要感觉幸福 即使环境是怎么样 你都不管它 好了 你不断每天去连结 其实你就会看到一些奇迹的 所以不要想着别人去比较 带什么的水晶 不是的 是跟你自己的频率是有很大的关键